大家好,Kyabu Watashi wa nihon go ga hanase masen Watashi wa nihon go ga hanase masen Watashi wa nihon go ga hanase masen 這個意思就是代表我不懂日文的 這樣 不過日本人就是你跟他講完不懂日文 他也是會繼續跟你講日文的 是不知為什麼的 但是我猜你有時候那個身體語言 是能夠理解得到的 又或者現在的日本人 其實很多都懂中文或者英文的 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 現在去日本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當你遇到一個人 你可以問一下他懂不懂英文或者中文的 就可以說 あなたは英語ができますか? 或是 あなたはズクク語できますか? 那這裡 できます就是能不能夠的意思 整句就是問他 你能不能夠講英文 或者能不能夠講中文 又或者你是懂日文的 只不過是聽的方面比較弱一點 如果他講慢一點 你是聽得明白的 那你的時候就可以跟他講 你可以慢慢講 ゆっくり話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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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就是請你的意思 ゆっくり是慢慢話して 就是講的意思 或者我知道大家有時候去到日本 都很想嘗試講多些日文 嘗試介紹自己的 你可以介紹自己 從香港來的遊客 就可以講以下這句日文 私は香港からの観光客です 私は香港からの観光客です 好 那我們去日本過關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給他一本帳戶 然後打字幕 然後拍照 好像沒什麼機會跟他講話 但如果你遇到他問你 你會在日本逗留幾個星期 你就會聽到以下這句 日本で何週間待在し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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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問你 你會留幾個星期的意思 你就可以回答他 七天的話一個星期就是一週間 待在します 好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即是來近兩個星期 我都會繼續講多些關於 你到部的時候會用到的旅遊日語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或者有什麼想學的時候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我們在這邊 我們到處理一下